好了,既然說了瑞寧飲,我真的要介紹了 瑞寧飲,不打針不能進醫院生寶寶 那你不進醫院生寶寶也行 你們都要多角度思維 還有,你不打針 你信不信,如果在香港吐重刀 流了羊水在馬路上 堅決,不打針不能進醫院 香港是民民社會 那你不是告訴我,你拖説也要成年 難道明年還沒搞定疫情? 怎知道 好了,我們不要說那些 記住,疫靈的秘密,不老的傳奇 我要再說一次,因為我們疫靈飲 陸陸續續,香港的朋友 或者海外的朋友已經收到了 香港的朋友可能今天收到,或者明天收到 因為應該用信封寄給大家的 另外,訂了朋友 盡快安排來拿貨 未訂的朋友可以上來買現貨 正所謂,其實我是download別人的 不是我寫的 30歲前人欺病,50歲後病欺人 生長激素,聽清楚了,13歲 我們要明白道理的 生長激素 隨著年齡增長,隨之下降 平時的生活習慣 糖太多,吃得太飽 精製食品 碳水化合物太多 什麼叫碳水化合物? 就是飯、麵包 OK 夜睡、飲酒、食煙、肥胖 都會影響我們生長激素 咦? 那我的糖太多 喝汽水、吃得太飽 碳水化合物太多 夜睡、飲酒、吸煙、肥胖 你中了嗎? 我是不中夜睡 因為我11、12時就睡了 但是 聽清楚這個道理 我之前講過了 逆靈產品renew 這個逆靈產品 就是因為其實原理就是 我們的下丘腦會分泌一種生長激素 生長激素 指示腦下垂分泌的GH 好了 如果你要繼續有生長激素 其實你是會繼續 賀爾蒙繼續生長 你這個人就不會老 但是同一時間 有一隻叫做DPP4的酵素 就會分解了這個激素 簡單來說 其實有些植物 都會有這個DPP4的 譬如 薑黃、葡萄紫精華等等都有 所以它們有抗衰老的效能 但是一般只能做到20%到30% 但是renew這個天然綜合配方 就能夠壓抑到這個DPP4的99% 於是 你那個下丘腦會繼續分泌的生長激素 不然會繼續生長 OK 那就提升了你激素催化劑的分泌 提升了這件事 其實就是成長荷爾蒙 於是 其實簡單來說是反母頑童 那是不是這麼嚴重呢 我一會兒再看照片 好了 十三位就回去兩天工了 你看到一些人上來 你是不是很震驚 看到一些人上來 不要說買的 上來拿的 三盒 十盒 三十盒 十五盒 是啊 我在這裡弄一些單的時候 有一個客人 他簡直是下了三張單 是啊 很震驚 這些不是新客人 這些客人當日買了一盒 就是我所說的那些 買回去 可能自己試過 或者老婆試過 哇 真是行 因為這些東西 是好想定 我知道前兩天我為什麼沒有特別售 因為為什麼 因為我沒有貨 沒有貨 我還要推銷 為什麼要想你 但是現在難得有貨 雖然我加了價 但是仍然是全港最便宜 九百八十元 九百八十元還是全港最便宜 大家不要聽我說 不要相信我 我立刻打來 你看看網上賣多少錢 現在網上有很多人 還在賣一千二百八十 比較便宜的是一千零八十 一會兒你可以自己看 因為你來公司的產品 你去看看 而我賣九百八十 之前我賣八百五十 為什麼 因為我給你本住一個 跟大家分享 分享給你心 為什麼 因為我喝完之後 臨口弄了喝 我只能說 如果你要買 我用員工價給你 你買一口給你員工喝 我只能說四個字 因為我不想把這東西 銷售得好似 每樣都是春藥的 我只能說 妙不可言 屌你有沒有 以前有一段時間 我是這樣 這樣 現在是 這樣 但是不僅是這件事 為什麼呢 因為他整個人會變得精神 尤其是我們的中老年人 中年人 其實我有時會這樣 我不知道吃三年會不會 你們年輕人 可能都會 但是沒有這麼嚴重的 譬如我吃完飯 我會合眼睡 甚至乎我看完球 你記不記得以前跟客家老吃飯 八九點 吃飯 無論如何都在睡 血糖突然之間飆升了 但是我自從喝完 你記住 我完全沒有這個問題 還有大家有沒有留意 有沒有留意 我昨天才突然留意 今天再說多次 我沒有再吃牛糖 以前他一不吃牛糖 我做節服做了四五次就生的 現在不會 為什麼 你沒有做節服牌 不是 是有一位成長賀爾蒙 真的生出來 令到我可能的免疫系統 自我收穫能力再強 我現在是充滿自信 我現在是體能 信心 我的視力 我感覺到就等於 大約是2011年、2012年 就是回春十年 不是開笑 這是鐵一般的事實 老實說 我們現在說過一句 你買一盒 不要多買 雖然三盒我們有特價 是三盒 買一盒 你試一下 都貴貴的 其實三四十元一包 二千多元 不是一盒 一盒你九百八元 二十八包 三四十元一包 三十多元一包 但是 你喝完之後 你就突然覺得你自己 而且我是很有信心 為什麼現在要導你們喝呢 因為這東西 我了解過了 只要你喝了 一盒 你一不喝 在兩個禮拜後 你會慢慢 那些成種荷爾蒙 又會 就是你的DDP 又會什麼 於是你這個人 就會好像回復以前那麼累 那你就會長期繼續 你會繼續喝 你要繼續喝 你要繼續喝 就像醋一樣 而且這還有一件事 我現在是在工作訓練 你還有一件事 因為你變成年輕了 身體吸收力 所以你即使身體上有其他 譬如你吃明知包子 喝醋 你也因為你的吸收力好 會放大了你其他濕田民的效果 很神奇 這東西 我都說了 你們不要用這件事來衡量 但是為什麼經常說這件事呢 因為這件事 男人這件事 十三妹你不要說 你不是尷尬 我以為你尷尬 我看這是什麼 男人這件事 其實我告訴你 不是很濕 其實是講整體機能的 為什麼現在香港的出身度這麼低 其實現代城市 你看到萬加拉雅 印度那些鄉村那些年輕人 因為你不會想那麼多 而且很動物本文 但是你會這麼累 不要搞 譬如教完書 做完工作 根本人都沒有心情 然後反過幾個月 說老公下個月又說要交租 又說要什麼 你真的什麼東西都沒有 對嗎 所以這件事是柴米夫妻 所以各位朋友 我跟大家說 未來是充滿挑戰的一年 OK 我覺得有好的體魄 錢花了 就是買了芋苓飲 可以賺回 但是健康沒有了 但是什麼都沒有 更何況 你每一盒芋苓飲 令到我們公司賺多一點錢 十三個月有勇分 那他又會多一點收入 是不是 這樣可以實現他的夢想 他的夢想這裏不能說 是 是 你這個夢想這裏不能說 可以 你是賺錢走人嗎 給你精神 是啊 現在變成這樣 現在最堅守 香港的都是林康遜他 昨天是豆腐 發射書給我 豆腐 不要說那些私人事 對不起 那個不是豆腐 是豆腐 豆腐 我叫豆腐 豆腐 是他鼓勵 很鼓勵我們 他去了英國 有吉士 我們要向你學習 我還以為哪一道符 我當時也要問他 他剛剛在做這個事 那究竟女靈人有多神奇 說不定無謂 我們來看照片 這個是我的伴供 傳給我 我說可不可以出樣子 出啦 怕這傻子嗎 因為是同事來的 我們來看看 他是同事來的 首先我要這樣說 也挺帥的 在前面那一刻 這張是前面 是 你不需要 前面就零碎 也不像眼神 又蒙眼 那好了 我們來看看 喝了14天 哇 真的很熱 但是臉色是白了 頭髮是濃黑了 最重要我們不是看這些 他的樣子沒什麼好看 我們來看看 第二次 看這條毛 這是什麼毛 首先這條不是毛 因為那條毛 大家知道是閃電狀 這是頭髮 大家看看 他的頭髮的髮上 是白頭髮 但是下面生出來的 大家有沒有看到 是黑頭髮 回來 就是說 有藥靈感 糟糕的良愛 才變得不是白髮魔女 這個是建制本的事實 我不是看別的 我看自己 我看不到我的頭 但我看得到奔洲 因為那條毛是白的 糟糕的 在我洗澡的時候 在我洗澡 突然看到 糟糕的 為何會這樣想 原來白髮真的會變黑 為甚麼 青春 真可愛青春 真的太可愛了 所以記住 要買來來喝 請上我們新田地街 五百七十六號 心肺商業中心 七樓 私自醫室 或者 很心急 我現在要入帳 八四八一一零零七九 WhatsApp 八四八一一零七九 我們的同事十五戶 就會將我們銀行戶口等等的資料 告訴你 你可以入帳 但其實你可以直接上來購買 或者 當然你可以入帳送貨 因為可以寄給你的 OK 它的銀行 真的是一個很好的產品 你怎樣呢 它的天然成分 聽住了 幫你疫靈 抗衰老 保青春 皮膚彈性 提升能量 出眾微血管 微血液循環 增強免疫是說 有什麼不能想的 保護視力 有效降血壓 鎮定神經 改善睡眠 減肢體重 增強男性性功能 你老公需要 還有持久力的建議 持久力 你有知 建議三十歲以上男女均可 其實你是最應該喝的 為什麼呢 他跟我說 如果你現在開始喝 你這個樣子 這個身形 是會保持到五十歲不變 可以 完全不變 OK 好了 怎麼樣呢 每晚臨睡前半個小時 一包銳玲飲 加一杯 一半杯水 即是濕溫水 很累 簡簡單 讓你活上百歲 活上百歲就不用了 總而言之你不要 有病有痛 真的累到人就可以了 最重要的 OK 好了 記住 臨睡前半個小時 就是兩三個字 但是有朋友 稀有的個案 但是有的 我們網上說過 喝了之後 睡不到覺 整晚眼光光 但是不累 那就不是這樣喝了 那就改一改了 就是如果你出現這種情況 你就晚飯前喝 嗯 然後才吃飯 不然你睡不到就帶了一瓦 OK 好了 這個就是銳玲飲 好了 那繼續要銷售 要銷售 要銷售 為什麼呢 每個人都記住了 正常情況下 我們星期三 十三個月就截單了 就是訂日本貨 那今天是星期的 今天是星期二 星期二 還沒有截單 如果我們昨天 我們叫大家 on job training 大家要訂一下東西 給點單 十三個月 沒有 沒有啊 沒有 一張也沒有 那實在太差勁了 那你要吃的 雖然說大節過後 一節淡三虛 也不要淡到這樣 我們先看看有什麼訂購 好 有沒有記不記得這個竹龍卷 竹龍卷 你記不記得你吃過 超大條的 超大條 你不要吃的 你記得大條 但是你記不記得是好吃的 好吃的 其實十三會 那次跟我們一起吃東西 OK 一會兒就可以看看 竹龍卷 全鵟魚 其實我們現在不是說給粉絲 是說給十三位 你們不要說嚴我長期 全鵟魚 魚肉其實簡單說是魚蛋 不過是日本做的 100%魚肉 沒有加防腐劑 所以我們每個星期五來星期六 出貨 那些人就盡快吃 星期六就可以上來買 是的 就可以上來拿 訂貨就上來拿 通常會訂多一點 看看細節 水產廳 掌官 享受掌 是得獎的東西 完全不是 絕對不是 你們在街上吃的日本烏冬裡面 那條獅子狗卷可以比擬的 一定不同 有吃五六吋的 兩回事的 全魚味 竹龍卷 多少錢 你知道嗎 記不記得 198 沒錯 198元 好東西 去 好了 這隻八爪魚 你又記得有吃過嗎 這隻好像不太記得 因為為什麼呢 你不是吃一隻吃的 有時候切了 你是切了片 切了片 白色 OK 蘿蔔豉油吃的 這隻八爪魚 這個500-600克 這張圖是借別人用的 不是我們自己的八爪魚 不過我們八爪魚都是這樣的樣子 但是我們應該有700-800克 賣398元 我認為是最性價比高的 因為它切開了 你十個人、二個人開派對都夠吃 因為你不只是吃一樣東西 你只吃幾片而已 很棒 很脆 拍得住 威威小吃的八爪魚 很好吃 好再去 388元 sorry 388元 再去 這個我就少賣一些 不過今天在這裡 你看到我們課場都有的 這一隻不是普通的和牛 也不是普通的A5和牛 這是日本公旗 最頂級 拿來內閣總理大臣賞的壽賞 你吃過每一片牛肉 獨立包裝 因為和牛就出名 油脂多 但是牛香就不夠 但是這個很奇怪 油脂又多 於是很滑 牛香也很足夠 598元 這個就不用訂的 一般來說我們有貨 如果喜歡吃牛的朋友 無論是打火鍋 shabu shabu 又或者烈燒 什麼也好 其實我都很推介 而且每一塊都是獨立包裝的 入口即溶的 也是的 不過都很飽 再去 這個 在這段時間還會有的 遲些我可能會推出另外一隻生蠔 那個是純粹我自己食用的 未必會給你們用的 這隻是可以刺身用的 一盒有30隻或以上 最主要計算500克 半公斤很多 可以刺身用 當然可以煮食 也是星期六到的 日本的賴戶內海的生蠔 那就是248元一盒 OK 好 再去 剛才以上的就是我們平時的 星期六的常規訂貨 現在這些就是過年食品 我欠了大家 我知道 我欠人家的孖寶 欠人家 今天數也欠了67盒 欠了 那不要說我們還會繼續做生意 就是需要的 因為是年尾流流 明天有時間 我們給13人去試一下這些孖寶 OK 那這個孖寶鮑魚呢 是乾包 大約22至25頭 不是很大隻而已 但是乾包做了給你 老實說 出街一隻 即使這一隻鮑魚 阿正 收三四塊水 怎樣都要 我講一下外面 一隻怎樣都要 沒有檔心 我講明了 現在我們是238元兩隻 還有 如果你上來買任何的鯨魚鯨產品 即金湯鯨也好 什麼鯨也好 這個鮑魚就變成198元 唐心鮑魚 即是說 如果我買10盒鮑魚 就是1989盒鮑魚的價錢 那個鮑魚也是200多元 所以很划算的 沒有理由不買鮑魚 這個鮑魚真的可以的 大家真的要試試 特別在酒店做過年 新年 再去 這個 我現在只剩下幾隻 我不知道師傅會不會連尾趕多 我叫他趕多一百幾十隻給我 但是這個是老師傅做的 你只看他的樣子也很奇怪 那些鯨裡面 在鯨裡面有鯨 這個叫做鮮學神針 在外面香港只能夠吃 就賣1380元一隻 在大陸就賣3000多元 大家上網看 我們是598元 你回去整隻鯨 連湯和鴨 因為是冰硬的 丟到兩個鍋裡 大火煮沸 一煮沸後 關上小火煮沸 煮沸熱的鯨 大約10分8分鐘 哇 這一個 很驚訝 你說是否好吃是一件事 另外一件事是好吃的 但是最重要就是那種手工 拖了一隻鴨 鴨起來了 這次再放在鴨上 這次放在鴨上 再回高湯再回 這是心機的東西 這真是手工錢 然後又要大國手 連回鴨 又不能讓你看到線這麼肉酸 真的不簡單 好 再去 這個你應該記得 阿盆菜 我們去年吃過 雖然盆菜的名字叫盆菜 應該叫狗大鬼 我記得去年 吃完之後 十三輩跟我們 在鏡頭後 你第一時間就說 有沒有四人 你記得嗎 記得是因為我父母 他們約過來 你以為你父母 你和老公一起吃 後來我沒有四人 我會錄人 你也照樣要的 但是我就沒有那件事 因為我也不夠貨買 這一個 真的不是一般盆菜 雖然我去年 已經賣了這麼厲害 今年將會更厲害 因為我的翻單 但是我真的想跟大家說一下 我們找一天 我會吃給大家看 例如叫十三妹 阿正 我們約齊人 這個你想想 六隻肝包 一隻肝包 你怎樣便宜 因為他不僅是二十二頭 二十五頭 你怎樣便宜一隻 你怎樣便宜 我不是唐心 不是唐心 你也有三幾個 六隻也有二千多元 還有六隻 花膠 是呀 花膠 金濠 海森 刺森 鵝掌 刺 刺 含家賺 做甚麼 太賤了 1998 那些人經常說 人家外面那些二千多元 十二人 你不要想 你這樣說 沒想到 三百六十八元 外面都有盆菜 你吃甚麼才行 這個不是盆菜 這個是狗大鬼 糟糕了 這就是狗大鬼 好了 這個真棒 真是我的限量 為甚麼呢 我現在已經在維持數字 因為做不切 大家快點訂 多少錢 剛才說完 1998 1998 好了 再去 就好嗎 好 這個花膠 我就不應該再推銷了 我明天煮一天給你吃 給你十五次吃 這隻 叫黃花膠 十六頭 甚麼叫十六頭 不知道 不知道 即是一斤裏面 有十六隻 那些叫十六頭 我們是這樣計的 中國對海味 好了 這樣也很大隻 現在外面 之前我說二千多元斤 現在沒有 因為年底 三千元斤 如果三千元十六隻 除十六 是不是大約一百七、八十元一隻 三千除十六 兩隻 是不是三十四元左右 是未煮的 真糟糕 我煮了 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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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加以吃 日清美美補 就這樣丟到水裡 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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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買二百九十八 所以是奇門如是 明天我做一集給你吃 好 還有十五戶 謝謝 我告訴你 這不是一般的 脆脆酒樓 不是那些東西 你只是看客人上來 怎樣翻唱 買花膠 煮鮑魚 加海參 自己發揮 很多人懂得煮 我不懂得煮 沒辦法 很多人懂得煮 這真是… 今天我講得長氣一點 沒辦法 其實我是在訓練 熟習了很多 熟習了很多 好了,我回來了 當然 就這樣說是沒用的 剛才你在外面試過 你幫我掌 嗯 你覺得你會在外面試過 這個洗手間嗎? 我覺得很舒服 而且很方便 譬如說在工作的時候 可以隨時隨地按摩一下 你真的覺得可以隨時隨地嗎? 我覺得可以 你如果可以的話 你先給錢買了 你不要打算開業貨 就外面試過 而且它的功效 我覺得多樣的 做完運動 又可以肌肉的放鬆 你剛才有沒有看的說明書? 一點點 其實它有幾個模式 阿晶最熟悉這部機 它除了本身的頭還沒換 正常就是用月餅頭 它可以換一個平頭 就是按關節的膝蓋 是 是 而一個是按腳底的 也是一個風扇型 它是用來刮沙的 刮沙的 你知道為什麼它叫刮沙嗎? 知道 將濕氣刮出來 因為現在是初步用 其實針對不同的月位 因為那裡也教你 譬如哪裡痛就怎樣弄 放在這裡不用動 加上我們有精油 這東西其實在外面的按摩器 為什麼會買呢? 當然有它的原因 但是說過的也無謂了 今天13位上來 既然你這身 我現在很害怕 我也害怕 你害怕嗎? 害怕甚麼? 很熱 糟了 已經冷了 我沒有開 不過希望算了 我呢 糟了 現在已經冷了 OK OK 十三妹妹們先吃金湯匙 多謝 這一陣子 我們經常 就推銷紅燒刺 就忽略了 其實我說什麼就吃什麼 我跟大家說 你問我個人來說 其實我喜歡吃金湯匙多一點 嗯 多一個紅燒刺 清一點的 現在遺憾 我們先拌勻 這個金湯匙 其實 匙一樣有兩兩多的牙筋 24吋牙筋 你聞起來已經很香 很香 OK 好了 金湯呢 我們有些藍瓜 就拿個顏色的 你看這次 你看到 是嗎? 不要向我白色的 行了 你吃吧 你吃就行了 我吃就行了 我先想一下 金湯匙288元 大家這幾天 快點上來 你先吃就行了 我們不要去 這個湯匙很棒 我對我的產品有100%的信心 十三位 你們繼續吃 我告訴你 它是好吃 好吃到什麼程度呢 你們要自己賣才知道 為什麼我經常說 我賣二百多元 有些人說貴 為什麼我說 你一千元也吃不了 其實不是它積這麼多錢 而是現在沒有人賣這些東西 賣這些的人 他就不會收你二百八十八 新同樂怎麼會收你二百八十八元 你去海港 你怎麼會有碗金翅給你吃 你想想我們平常吃的有什麼錢 做一些金歐仔 做幾塊下來 做個雞湯 好像粉絲一樣 是的 那些是你想的 哇 整大塊 整大塊 不是流的 現在已經弱了 我剛才蒸完之後 我不肯記得關火 但是還是夠熱的 是的 還有很暖胃 這個湯吃完真的很舒服 是的 清淡淡淡 然後又很鮮甜 因為我自己喜歡金湯 快到了這個過年 你想想如果加一加一加團聚 最經濟的就是買個盆菜 自己加一些冬菇加一些東西 要有經濟的 OK 如果不是 你說我想再吃豪一點 買個盆菜之後 就我們有些加上了 我告訴你 我決定了 上次我們不是吃過那個刺 成合成根 一根的牙筋 我決定 最後決定 488 488 本來我想要498 我喜歡再便宜一點 好 因為我在外面安靜的看過了 別人一根都沒有 如果一根 如果我這些串數 全部是要賣過千 發好的 我是發好了 488元 OK 好了 那你把刺 放進去 放進一盆菜 多了很多次吃 或者你自己在家裡煲雞湯 放進去 雞燉翅 當然 你說簡單單單 家裡少人的 買了兩三個這些翅 給爸爸媽媽媽吃 又不用像夹吞翅那麼貴 五百多元 你二百多元一個 每人一碗翅 嘩 即是我們的三大法寶 金湯翅 紅燒翅 以及紅燒佛跳牆 那個竅門就是什麼呢 就是要夠熱 嗯 現在呢 其實你吃的味道已經弱了 不夠一百就不用熱 什麼熱呢 熱到嘴裡有什麼吞不住 冷到嘴裡有什麼 嘴生瘡 那些是正的 因為其實 大家都知道 其實翅沒有什麼味道 沒有味道 但是它的口感是很好的 是 你最喜歡跟誰一起吃翅 為什麼 艾雞 為什麼呢 因為它不吃翅 它翅翅也吃光了 這個翅 它真的淡淡都是翅 吃下去 然後它吸收了這個湯的鮮味 所以又很舒服 很棒 行了 十三 大家如果想看到這十三女 不是那麼容易讓你見到的 上來買東西吧 嗯 你知道今天有個馬仔 你老公聽著 馬仔多歲 你外父也有聽過節目的 是啊,你也不知道 不是,你外父也有聽過 你老爺 我老爺 喂,親家 咦,不關事 我為什麼有幾個親家 哈哈 我這個年輕人 他剛才無緣無故走過來 我們走過來 哎,彼哥 我怎麼搞的 我終於看到十三妹了 我看一看 他在那邊做事 你上來,你見到他 又多奇怪 怎麼不終於 你終於看到恐龍的位置 對不對 你一定會見到他 對 大家多點上來 你一定會聽到我的 好了,十三妹 你可以吃的時候 繼續慢慢吃 不用這麼心急 真的,是不是很棒 是不是很好吃 我聽不到 十三妹每一次吃完美的東西 我跟她外出外吃 就好,什麼都好 她第一時間 這些叫做性格好 她就是說 哇,給你哥 那哪裡吃啊 你去哪裡訂位 為什麼呢 就帶她的老公 媽媽、爸爸 老爺來吃 這些就是什麼 第一時間 不過我想正常人都是這樣的 是嗎 雖然我老婆經常說我 都不好吃 但其實我真的覺得好吃 起碼我覺得好吃 吃過 帶她去吃 但有時候很奇怪 這些經驗我想大家都有 明明上次吃OK的 怎料今次是奶奶了東西 這個湯很濃郁 所以喝下去是黏口的 刺的膠原蛋白都在裡面 OK 我們終於看到十三妹的料理 好了 是呀,膠原蛋白 記得要有 多謝十三妹 先嚇住這一節 休息一會